一年一度的大型慈善囚款show 善心滿載仁愛堂 將會在10月9日晚舉行 這一眾藝人包括 鄧子豐、陳百祥、陸浩鳴、陳廷欣 胡鴻君、胡飛、關禮結關 風興婦女以及應界港姐宋遠榮 梁凱晴、兆初等現身記招 結果和花彼恩繼港姐準決賽之後 再次婦女檔拍照 不過今次就不是彈琴而是唱歌了 今次真是第一次真正的同台演出 因為上次始終是我的演出 她是爸爸在旁邊… 傅座 對呀 傅座 所以今次都會緊張 因為尤其是真正在台上 一起唱一首完整的歌 但唱甚麼歌我們還在選擇 會否是語曲呢 會否是K-pop呢 會否是甚麼呢 到時希望大家多些捐款 就會知道或大家想聽甚麼 亦可以提議給我們 挺難得的 對呀 我覺得這次機會 有機會很開心 還有在公司成長 又可以連接到自己的女兒一起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不錯的回憶 早前有傳傑哥來巢 他就解釋現在是暴頭合約 方便自己香港內地兩邊走 不過隨時會回TVB拍劇 所以婦女合作演戲都不是不可能的 其實現在做這個行業都是靠自己的 譬如在參選我講一次 其實已經拿了很多經驗 其實已經上了很多課 不過在表演方面可能會再進修 但已經開始可以獨立自己了 會否真的等女兒再長大 獨立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女生合作拍劇 是的 似乎有機會 公司 我們經常有很多機會 再有機會合作 我自己都在公司裏面 雖然沒有綑綁式的合約 但我自己是回來幫忙做 我們都OK 我們都是開心的 Hubert下個月將會舉行首歌售票演唱會 雖然十年來累積了不少粉絲 但他仍然很擔心售票情況 我自己今早也特意登入網站 我看到他有甚麼系統繁忙 我心裡暗起了一下 不知道是否大家真的群情洶湧呢 希望是 買票好了 不要以為留票 到時一定會支持他 未去到勁歌熱舞 一定會跳舞 的確,這次演唱會 也希望在跳舞的部分 會儘量有些驚喜給大家 師傅會否也來做嘉賓 或者做座上拍欣賞的演出 我希望他到時有時間來看 我也會邀請很多圈內的朋友 如果他們不需要工作 我也會想他們來一起 跟我過一晚 過兩晚開心的晚場 這次是三位港姐獲獎後 第一次在大型節目亮相 所以他們也很希望 一起盡善盡美 Sabrina會表演魔術 我們三人就會跟總理一起 去鼓歌手 在這個環節 是的 這個鼓歌手 我們聽聞是事前所有人都不知道 有什麼模特兒 我們都不知道 他有點緊張 可能要聽歌的範圍 要廣點 是的 沒錯 我們只好聽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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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其實也有信心的 是的 我猜是一些很有名的歌手 應該都聽過的 是的 另外Sabrina 你要表演魔術 魔術這裡 你自己是否第一次表演魔術 是的 其實我之前自己很少接觸魔術 是的 所以這次也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希望自己練習多一點 到時就做得好一點 是的 是的